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系列之SPAR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Action算子 分别是Connect、Count、Top和Tick 如果大家对当前大数据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Action算子 那么之前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学习过Transformation算子了 那么Transformation算子 在当前SPARC的计算过程当中 主要是实现一个愈加载愈处理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我们想将当前计算结果得出的话 那此时我们需要调用一些Action算子 才能触发当前Transformation算子的一些计算过程 所以此时在这里我们来学习一些Action算子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创建一个工程 Create a new project 然后呢 com.programmar 然后呢 咱们Action Finish一下 好 咱们创建一个当前的一个小工程 创建小工程 创建完成之后呢 那在这里我们再open一下咱们这个Transformation的工程 你有一个word 主要是什么呢 咱们借用一下这个Transformation当前里边的这个Log4G 咱们介绍借一下这个Log4G 咱们借一下这个Log4G 把那个拷配一份 主要是咱们不用看那些日制输出了嘛 对吧 咱把这个Log4G掌握来啊 然后除了这个Log4G之外呢 第二个咱们这个破文件需要进行配置 对吧 那在咱们当前那个Transformation当中呢 已经配置完成 那咱只要把当前那个Spot Core这块呢 靠一份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导入当前配置 即可啊 咱们主要做这么两件事就行 然后这些做完之后进来这里 我们将原有当前的这个Java呢 修改为我们的Scalar 因为咱们是Scalar程序 ICLA Scalar 然后进来这里 在当前工程下 因为是第一次创建工程 所以我们需要将Scalar这个包导进来 咱们这个Library是Scalar SDK 选中咱们系统的OK OK 好了 那接来这里 我们就可以新建Scalar这个类了 首先第一个咱们叫ACT1ActionDemo 那么这里我们来首先第一个 这个Map Map 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 当前第一个Action算子 Connect 首先第一个 咱们先创建当前那个Spark对象 Conf等于利用一个Spark Conf 然后接来点SetApp 传入参数 .setMaster 设置一下当前本地执行 刷野号 咱们local local 然后这里咱们这个Master 复制一下当前类的名字即可放进来 好了 然后接来这里回车 这个VL 咱们当前 SC等于New一个 当前Spark Contest SparkContest 好 然后将Comp传进来搞定 那咱们当前Spark对象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 进来在这里我们来调用一下当前 创建一个RDD RDD1等于SC.PR List 然后咱们在里存点值 假如说存一些21365 OK 此时这里咱们介绍第一个Connect顺子 就是Connect C-L-E-C-T Connect 它主要的作用是可以什么呢 就是将RDD转换为数主或集合的集合的形式 并展示所有数据 那么之前咱们之前说过 因为为什么咱们如果直接打印当前RDD 无法直接查看到当前RDD中所存储的内容的 对吧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里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输出 看是不是这一段 对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第二个 因为某些情况下 我们会调用一些Action算子 或者是Transformation算子 对当前RDD进行一些计算 但是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是Transformation的话 那么在里面 这个整个计算过程完成 我们依旧查询不到结果 为什么呢 它只是一个预加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想触发这个预加载怎么办 此时就得调用一些Action算子 而Connect就是一个Action算子的一个点形 也就是说 我们想触发一些Transformation计算过的结果 然后打印下RDD中存储的数据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通过RDD.Connect 然后在这个时候 2.2的时候 大家看好了 就有什么Buff List Area Index Secret 对吧 那在里就可以转换成我们想要的一种 这个数据结构的一种模式了 包括什么数主 集合等等 对吧 那假如说咱们转成Toolist 那这个时候 当我们再次执行的时候 看一下结果 走你 看了东西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将当前RDD中所存储的那个数据 21365就打印出来了 对吧 所以在里 这Connect 不仅可以打印出RDD所存储的数据 并且因为特斯卡Action算子 它可以触发这个RDD中所有的Transformation过程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稍微记录这个Action算子 Connect OK 那么这节课到这里